我老婆的媽媽就是會這樣子說 其實我老婆... 我老婆... 然後我媽媽這麼講一個東西 然後突然的變泰語的話 我就開始聽 我試試看聽他們說什麼 因為我就知道 就變泰語的時候 是他們不一定是罵我 是他們不要我知道事情 一定的 是我很想聽 所以如果一天我去學泰語 就是為了知道這些事情 我不會跟他們講 我會偷偷的去學 所以讓他們可以講我的 學他可以追劇什麼... 講很多 我會坐在那邊偷偷的 不要講啊 這樣好浪費喔 所以他偷買了什麼 30萬的鑽石啊什麼這些東西 對...就會這樣 因為那個我之前 有去廈門的時候 我有上那個廈門話的課程 然後那個老師在教我們 就是怎麼去學 因為之前我沒有辦法發音 我可以聽 但我不會講 那我在那邊的時候 發現其實他說這個是 荷羅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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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這個話是非常古... 你有學到嗎 譬如說我學到一點點 我在那邊是 當勃 我回到台灣 你會不會講台語 當勃 所有人嚇死啊 當勃 我沒有說幾叔叔 我沒有說點點嘛 我說當勃 這個很古的字 每個人都會覺得 這個人很有深度 很深度 膽薄很厲害對不對 很道地 很道地 所以你除了膽薄 還在廈門學到 學到一個東西是 他說... 就是我後來 我自己分析出來的 台語他說有七個音 但雖然有七個音 其實你要記 你要用右腦去記它 因為右腦是感覺 它不是那麼邏輯性的一個語言 它是要... 譬如說你曾經聽過一個人說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螺絲旗子 沒有啦 你一定要用那個情緒 那個情緒跟那個聲音 不一定吧 你用國語說的話 你會說沒有 這樣子嗎 很情緒 不是 不是好了 就是同一個不是 一個人說什麼... 你說不是 不是可能的意思說 不是 三思或是可是 不是可能不是不是的意思 但是如說不是啦 都可真的是不是 等一下 剛剛聽得懂嗎 我聽不懂 不是是三思嗎 應該不是 不是就是否定了 不是 那三思而後行 有辦法講台語嗎 三思而後行 我根本有這個... 有啊 三思離合行啊 這是國會直接翻台語的 對... 我說有沒有台語 自己本身的講法 所以如果你講台語 人家說你有沒有肥皂 你說沒有 不要加辣可以嗎 可以啊 你有三位沒有嗎 沒有 三文嗎 三文 三文... 那個日文嗎 就是那個胡蘭語 然後日本人常用三文 就是肥皂的意思 三文 肥皂的意思 所以台語是說三文 台中的是講地坑啦 有人講三文 台中的講地坑 也是肥皂的意思 地坑不是在路上茶壺 會冒煙的那個小吃嗎 那是地坑 不一樣 茶壺跟肥皂其實不是一樣 但是發音有一點類似啦 地坑 康 康 然後說 三文 三文 三北部的人講 你是說我回去跟我婆婆說 你有三文嗎 她會聽得懂 對 她聽得懂 當然啊 班傑說的台語要有感情 這件事情不一定 你也可以很冷漠的講 對啦 看... 看你講的姓勤啊 聽台語的為什麼聲音那麼大 本來就很有感情 什麼 就是我在一般那個講國語電話的時候 可是打電話來是 如果老人什麼的講台語的時候 這聲音可能是大更大 哈囉 對我們來講 聽不懂的時候台語有點像 像義大利文 義大利文就... 那種音會高高低低... 聲音會大大小小 台語 你講的可能是他年紀大了聽力不好 他聲音又比較大 有可能是對方的 但是年輕人 也是講國語的時候的那個tone 跟那個台語的時候的高 那個聲音的... 那個範圍應該國語是比較中間 講台語的時候 那個聲音好像會比較開一點 因為像素膠袋 你就覺得好像可以輕輕的講 可是素膠袋 你就忍不住想要大吼出來 就是這個音 卡頭屋 還有什麼... 然後膝蓋 卡頭屋 卡頭屋 沒錯啊 你都學這種斷裂的字是不是 就是前言不搭後語 因為卡頭屋好像在節目中 交過很多次 所以除非是你們家小朋友 撞到桌子 你說撞到哪裡 他才能夠單單回答你說卡頭屋 然後我就會說 趕快把冰塊放到素膠袋裡面 冰一冰 我好像... 冰老命的 大陸一開始講的 好 所以你的第一個笑話 我們只有班傑大概follow的 OK 那繼續挑戰第二個 我剛剛是還OK啦 好 挑戰第二個 有一個阿嬤 他要去買早餐 他跟老闆說 我要買一個雞腿堡 老闆說好 雞腿堡 你要加蛋嗎 很好啊 我要加蛋啊 老闆就說 加蛋要5塊喔 不可以... 這樣我外面等就好 好驕傲喔 可以嗎 有意思會過來 有一點 你看 什麼東西 你這表情什麼意思 一半是講過語好不好 一半是講過語就... 整個人都沒意思了 整個人加蛋 對 有一個笑話的重點是在後面 他說多加5塊錢加蛋 你會啊 加5塊 後來他說 加5塊錢我不要 我不要 所以他把他拿出來 問題是... 問題是你這個... 起碼加5塊 你聽得到他不要 他是聽得懂的 對 關鍵在這個加蛋啊 下課裡也聽得懂 加5塊我不要對不對 對 他說不要 所以加5塊你也懂嗎 對 聽得懂 後面為什麼 加5塊不懂 加蛋懂 加蛋是國語啦 加蛋是國語啦 加蛋是國語 他那個阿嬤說他不要 他不要這樣 所以他把那個蛋拿出來 不是嗎 不是 這樣笑點在哪 我真的不知道 你又... 你又... 兩個笑話都沒有笑 這一題我也追蹤不了 你會嗎 這題 我聽得懂耶 你真的聽得懂 我聽得懂 好啦 加蛋可以啦 就是說這個阿嬤她去買那個 反正那個老闆就問她說 要不要加蛋 然後她就說 加蛋的話要5塊 然後阿嬤就說 好 那我去 外面打 去外面打中 不是 她就聽得 加蛋就是說在這邊等 要加5塊 在這邊等的話要加5塊 然後阿嬤就說 那我不要在這邊等 我要去外面打中 外面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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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完全正確 所以加蛋的台語 就是在這裡等的意思 對 加蛋啊 加蛋的等加蛋 我在這裡等叫加蛋 因為加蛋是加一顆蛋 等一顆 對啦 放一顆啦 加蛋說 這裡等 他以為老闆在講米蘭玉 就叫他加蛋 叫他這裡等5塊錢 在這裡等 他在這裡等就要5塊 他說那我不要5塊 如果跟對方說 你要在哪裡等我 你... 加蛋 我在這裡等你 你在什麼地方等我 等我 我在加蛋 對 老師 那如果我要講說是 我要外賣呢 我要帶走 帶走 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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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我要帶出去 沒有 你怎麼說 沒有 你... 這番態度我就... 我要帶走就好 對 我要帶走 對 我要帶走 對 我要帶走 所以有打包這個字嗎 沒有耶 他沒有這個公法 曲呢 什麼曲 婚姻裡面的曲 娶母 娶母 跟曲都是... 帶... 帶東西 有這句話嗎 帶東西啦 他幹嘛亂講 我... 沒有帶東西 沒有帶東西喔 沒有 要帶東西 帶走帶東西 帶回去 帶回去 還是穿東西 拿回去 拿回去 拿回去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是拿的意思嗎 拿回去 拿回去 可是明明就有一句 帶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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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走一般來講就是帶人走 叫做帶走 對...也是跟娶媳婦一樣 娶母 娶走 娶婆是把人娶走 對... 不是娶東西 不能用東西 要用人才能夠用娶 我娶我們兄弟來去散步 帶走 帶走 我是帶人 我帶走我是娶老婆 帶是用帶人 娶是用帶人喔 對 東西是用鐵 那我如果是要帶狗去散步呢 我也不能帶 也是可以啊 有生命跟無生命 對... 可是如果你去病院的時候 那個領藥地方寫取藥處 那就是取藥啊 但是一般有鐵藥啊 鐵藥啊 不能說... 因為你不能說 意思是看到這個字 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把它講出來 你要把它轉換成... 對 你直接翻 有時候會翻錯 反正鐵就是用在有生命前面啦 對 是這個意思 謝謝你 等於比方說像小孩子 他沒有辦法去忍耐說 他要小便 我們也是叫做鐵藥啊 鐵藥 尿也是有生命的嗎 鐵藥 對...就是... 不是... 就是想...剩下一半就是... 尿床了 對 尿床...叫鐵藥 他自己尿出來的情況是這樣 對...我們也叫做鐵藥啊 所以鐵這個動詞是 用在臨走以及放出 應該是這樣子 不一樣吧 因為... 鐵是鐵 鐵跟鐵不一樣 鐵藥跟鐵藥不一樣嗎 又不一樣...音不一樣 那鐵藥的鐵是... 鐵藥比較誇張一點 嘴巴整個放大 四聲嗎 鐵...鐵藥 鐵藥 鐵藥是鐵藥的 鐵藥 鐵藥那是鐵藥的表情 鐵藥跟鐵藥 是不是很類似的情況 鐵藥不一樣 鐵藥就滲出來 鐵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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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藥就是... 叫奎到吃盡 忍不住尿出來一點點來 那就跟人家惡聞說 放屁又說我還這樣 你要的道理 對 已經排出來 但是沒有過頭就對了 對...但是有點蔓延開來 慢慢的散開來就像了 我們真的有教觀眾 任何有意義的字嗎 沒有 這誰就是最有意義的啊 小高音 小高音 所以你們剛剛一直在裝作 懂嗎 沒有 裝作 就是它的聲音 這就是 所以你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完全不知道 不是...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啦